我希望能與你 有一個專屬的劇情 如果你願意一層 一層 一層 能破壞我的心 你會發現 你會壓抑 你是我最壓抑 最深處的秘密 又歡迎我們的長官 黃波 黃波老師 哇 離著上一次來五月天的演唱會 已經有幾年了 剛才在後臺在想 哇 時間就這麼快 但是這幾年都靠著上一次演唱會撐著的 是嗎 上次在演唱會上給我過了一個生日 哇 給我感動了 這兩年一有不開心的事情就想一下 哇 馬上就開心了 掌聲鼓勵 謝謝沈陽的歌迷們 那我也是五月天的歌迷 當然還有一位五月天的歌迷 我要介紹出來 哦 哦 是我們的東北老鄉 大鵬 大鵬導演 十年前五月天去北京鳥巢演唱會的時候 我買了門票 坐在大概那邊的位置 當時錢不夠 沒想到今天可以近距離的來到舞台上 接觸五月天 我感覺像做夢一樣 我們也非常開心 因為我們很喜歡那個大鵬導演 之前的一部電影 哦 縫刃機樂隊 是的 對對對 五月天不好嗎 為什麼不拍五月天樂隊要拍縫刃機樂隊 哈哈哈哈 我以前自己叫自己六月雪的 哦 就是因為喜歡五月天 那今天我們幾個人都在這兒了 包括伯格 我覺得我們可以叫七月火了 掌聲鼓勵 正好七月份 其實黃鵬老師不只是那個專業的演員 專業的導演 其實我覺得黃鵬老師 歌唱方面也是專業 我沒有讓讓你聽 這樣的話可以多說一會兒 黃鵬老師在歌唱方面也是專業 也是專業的 非常專業的 是非常專業 超級專業的 超級專業的 這壓力太大了 不一會還要唱歌 這壓力馬上就上來了 跟血壓一塊上來了 哈哈哈哈 我和我驕傲的倔強 我在風中大聲的唱 這一次 我沒自己瘋狂 就這一次 我和我的 倔強 謝謝 謝謝五月天的朋友們 對 作詞 有點悲咲 我也是 爹